烧排骨太麻烦,炖排骨又太久了 那你就像我这样做,不仅撇坨好吃还开胃 排骨剁出来的大小可以根据自己的嘴型大小去决定就好了 剁好以后加入面粉抓洗干净 你看这杂质血水全部都可以洗出来 洗完后放入蒜末、胡椒粉、少许的盐、葱姜水 给它分两次去加,让排骨完全把水吃饱 这样蒸出来的排骨不仅滑嫩还不腥 再放入一包齿汁酱,一点玉米淀粉,抓拌均匀备用 这个时候树上的芋头可以摘两个 去皮后改刀成块,铺在盘底 这个玩意儿小孩子最喜欢吃了 再把腌好的排骨给它掰整起 蒸锅一定要上大气 这样蒸出来的排骨才会好吃容易脱骨 今天点不点小红鲜都可以 大火20分钟后排骨就能完全熟透 再撒点葱发红椒点缀一下 你就讲撇不撇脱赶紧分享给你将你做饭的那位吧 不过来里面的电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